哈...哈囉 我是六炭 今天的Vlog我... 我...不露臉 哈囉大家好我是六炭 今天的錄Vlog我沒有辦法露臉了 因為我的眼氣呢過敏了 腫起來了 然後呢 反正他鬍子也沒刮 有點憔悴 所以我今天就不露臉啦 我就只是 就放一個影片 然後來回答觀眾的問題 那在Interview上面呢 有人問我一個問題 他說 勒等你好 其實有問題困擾他許久 但是也不太好 開口問周遭的朋友 因為他是教師的問題 所以容易牽扯到 隱私和立場上的關係 好他問題有點長齁 他說他跟他自己的伴侶 我講重點就好 他跟他伴侶相處有一年的時間 然後反正他跟他女朋友很好 他是男生啦 然後他說 男性的友情不會常常 以心機糾纏 但是女性他好像不是這樣 他說他有一個特 他有群特定的朋友圈 他也認識裡面的所有人 他說裡面有兩個人跟他非常好 然而那兩個人的興趣 也是跟他差不多 但是他喜歡 談論 八卦 輿論 但是 然後討厭心機的他 和那群朋友的話題 就少去三分之一 漸漸的 也就常看見他一個人 無人陪伴 然後 他說 男生也不喜歡那群朋友啦 並不是因為 那群人對他女朋友不好 而是 那個 他自己 這個男生也有 跟那些女生 他的那些朋友有來往的經驗 他們也發現那些女生是 一群就是利益導向啊 然後沒用就不鳥你 這樣子 然後男生有跟女生說過 他有發現這樣的狀況 那 女生 他女朋友自己也清楚 他們是怎麼樣的人 但是沒辦法和他們切割 因為他很怕寂寞 然後 但是在男生的眼裡呢 他也只不過是被利用 他女朋友就是被利用 他說他會陪在他女朋友身邊聊聊 但是他也沒辦法 24小時陪伴他女朋友 因為他還有各自的事情要忙 那 想要無時無刻在他身邊 也愛摸人住 反正 重點就是 他也 他想介紹其他朋友 但是他女朋友又怕生 所以 然後他因為認識那群人的關係 也不好意思多說什麼 怕他讓他們關係就變得更惡劣 他說 他問我該怎麼辦 那基本上我覺得這個問題真的是 非常困難 我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想了很久 因為我覺得這個 這件事情 基本上是沒有 辦法 做到一個完美的解決的 方法 我有想知道的 一個比較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的女朋友 說 他們除了這兩位 兩個人以外 就沒有其他的朋友 是 說 因為我們人嘛 年紀到了 如果還沒有在就學 還是幹嘛的話 說實在 交友的機會也真的是 蠻少的 但也不會到沒有 像我自己 這兩 像這兩個人 對於你的女朋友來說 是那種 做什麼事情都要在一起的朋友 還是只是 這個領域 或者是 某些事情的時候 會需要 就是 適合的朋友 像我自己 也有很多朋友圈 那我 我 實況阿 的朋友阿 現實的朋友阿 同學阿 同事阿 都是不一樣的 那個 就是 都是不一樣的人 所以 所以 都有 適合做不同事情的時候 那 我 我 希望 這兩個女生 對你的女朋友來說 只是做某件事情 比如說 她可能 最近在上學 會常常需要接觸到幹嘛 而不是她人生中 就只有這兩位朋友 你知道 如果她人生中只有這兩位朋友的話 那需要改變的是 你的女朋友 因為她 我覺得人的朋友 不能太少 你當然可以覺得就是 阿 分屍技術阿 覺得說阿 我也不需要跟他們做朋友 幹嘛 但是我覺得各個領域的 朋友還是要有 那 嗯 其實 如果我是你的話 我會 做的事情就是 我會跟你 女朋友講清楚 我會跟你女朋友講清楚 因為她如果自己也知道 那兩個人 對她來講 不好 對她來講不好的話 那她自己就應該要做些什麼來改變 而不是跟你抱怨說 她沒有朋友很寂寞 那還有另外一種可能是 你女朋友也很樂在其中 朋友跟朋友相處之間 真的是 會有那種 比較願意 多一點付出的朋友 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是 比較 你知道 就是人都是 有比較 多付出的那一方 或許她樂在其中 如果你女朋友是 社會經驗不足 常常被人家騙 然後你跟她講 她也不聽 她覺得自己沒有被騙 什麼之類的 那你就讓她去吧 因為她 總需要一些經驗來學習 然後來成長 然後 你說了 你也不是 一天到晚都可以陪在她身邊 這個是的確的 我覺得每個人都要 每個人都要 可以獨立 而不是說 永遠都是跟男朋友在一起 啊還是說什麼 啊朋友怎麼樣 我都無所謂 有男朋友就好了 之類的 這樣的話都是 有點不成熟 這樣 所以我覺得 遇到這樣的問題 真的是很棘手 因為 因為我真的是 我也想不到 有什麼東西 可以來 幫助你 完全解決這個問題 就我看來 然後以一個男生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 這件事情真的是小事 我相信其他男生 看到 這個問題 也覺得 這個女生的問題是個小事 因為我們男生就是 啊你不喜歡 這些朋友 就不要 交這朋友嘛 啊其他朋友再交就有了 這樣子 可是女生有時候可能 他們想的會比較多 也比較複雜 所以 你的女朋友一定也有自己的考量 所以 我覺得你們就是要再溝通一下 因為 我自己不是很喜歡 就是 一天到晚跟你抱怨 然後你提供了解決方法之後 他們又 生氣或者是不去做 我不喜歡這樣 但是 女生常常就是 就是 他們 雖然會抱怨 但是他們自己 心中其實是可以接受的 還沒有到 他們 要 想辦法解決 你知道 只是會有點想抱怨 所以 就是 我自己一點個人看法 沒有 希望你不要 因為聽了 就是說 啊 六三說要幹嘛幹嘛幹嘛 所以 所以你應該怎麼樣怎麼樣 就害你們吵架 還是幹嘛 我只提供我個人看法 我是以一個男生 的立場 然後跟你 沒有什麼厲害關係 提供我自己的意見 所以你就 聽聽就好了 這樣子 所以今天 這問題就差不多解決到這邊 那最近 的確是比較忙 然後 我出了東西 沒有啦 就是做影片 也 也 有點遲緩 對 但是 嗯 我目前最近 會想要這樣 就是 影片的部分 YouTube上傳的影片部分 會做一些 就是 長一點的 長一點的遊戲 的實況 比如說 我今天想實況一款 什麼樣的遊戲 我就從到底跑完 然後我不剪 我不剪精華 但是我會分 分段 我不會說一段太長 還是什麼之類的 去上傳 一段大概 控制在 20分鐘左右 30分鐘以下 然後 希望可以固定 時間 固定都有在上傳 然後 然後 但是 偶爾也會剪一些 就是 那種 通常是多人連線類型的 或者是 一些小遊戲 或者是一些想要分享 或推廣的遊戲的話 我就會把它剪成比較短 的影片 就把一些精華 剪出來 然後影片通常很短 然後節奏會比較快 那有興趣的人 就會再去找他的 東西來玩 那 通常會做一個系列 長的系列的話 大概都是單機的遊戲 但是我最近會有一些考量就是 蛤 我單機遊戲 常常會迷路你知道 所以 我很多遊戲沒辦法玩 因為他如果是解謎 或者是 地圖很大 什麼幹嘛的話 如果我錄 比如說我錄20分鐘 我今天這一集20分鐘 可是我會完全沒有進度 因為我可能 狂迷路或者是一個謎題解不出來 所以我現在會有這樣的一個考量 所以遊戲的選擇方面 我也會花非常多時間去想 所以 欸 那實況的部分就是 以聊天為主 那玩的遊戲也就不一定 這樣子 然後呢 禮拜六的固定節目就是 我跟老王還有鳥屎三個人的節目 這個 我們當然盡量 希望每個禮拜都要開台 但是 就是 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所以 常常會有 觀眾在粉絲團留言說 什麼 啊這禮拜六怎麼不開 或者是 啊禮拜怎麼樣怎麼樣幹嘛幹嘛 其實 也要想一下 因為我們要開的話 一定會希望要三個人聚在一起 可是今天假如 其中一個人有事 基本上兩個人就已經有一點 乾了 那如果兩個人都 都有事的話 那只有我一個人 或者是 只有我也有事 其他人 只有一個人的話 基本上的人就不會開 這樣子 所以禮拜六 雖然說是固定節目 但是我 我會說我們 開的時間 就是開與否 還沒有辦法 就是 很確定說 啊我們一年啊 就只有哪個禮拜哪個禮拜不開 什麼之類的 比較難 因為它畢竟還是一個那個 關係 就是 還蠻 Random的 可能自己自己家裡有事啊 還是幹嘛 就沒辦法 那你們畫面看到沒有動呢 是正常的 因為這個遊戲 已經停了好不好 所以但是我還是在錄 錄影這樣 那 差不多就這樣 很多觀眾 最近有很多新觀眾嘛 所以 很多人也有詩諱我啊 還是在FB留言啊 留了一些遊戲很多 給我 那 我沒有去玩 並不是因為我不喜歡遊戲 還是我沒有看你的推薦 還是我 不想玩什麼幹嘛 其實我也會有這樣的考量 然後還有加加上 我有很多想做的事情 像我之前有說的 那個 呃 CWC同人本的部分 不是同人本啦 就是 原創本 的部分 還有 還有 T-Shirt設計啊 我們之前有討論過 因為我自己 真的很想趕快穿 我自己很想趕快穿 我不管 別人要不要買 我自己很想趕快穿 所以我自己 但是 但是 會希望是一個 就是大家都有提供意見 的 T-Shirt 然後我可以自己那個 所以 也有這個想要進行啊 還有我YouTube的頻道 也真的很想 很想 經營大一點 但是自己真的是時間有限 然後又要上班 要幹嘛 我當然希望就是 我曾經有想過 我是不是 應該多 招募一些 就是 最製作影片都有興趣的 同好這樣 但是我 後來覺得 大家都應該要有自己的 就是 就是 風格啦 然後 原創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把人家拉到 LNG下面 然後 來上傳 他們的影片 喔!外面小孩好吵 上傳他們自己的影片 然後打上 LNG的 Logo 我就是扼殺他們自己的 創意 所以我自己 後來想一想 還是不會做這種事情 我還是自己會 自己一個人努力 再上傳影片啦 可以的話當然 希望 其他什麼 老王鳥屎 Laggy啊 有辦法的話可以上傳 我可能就想辦法說服他們 呵呵呵 那 那 最近 就差不多是這樣子 那真的很抱歉 前面兩週都沒有錄Vlog 然後今天 又是 沒有露臉 錄一個遊戲影片的 這個Vlog 那 之後當然就盡量會 再弄遊戲 那 當然 也謝謝提供這些遊戲給我的 觀眾 那我會再考慮這樣子 那今天Vlog差不多錄到這邊 那我不會剪 所以會有點長 呵呵呵 那聽到這邊的 也謝謝你花這麼多時間聽 那今天就差不多錄到這邊啦 大家 掰掰 其實是 大家聽說 說真的 說真的 想到 那一會是 非常緊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